一提到张伯芝,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艳兆门事件 当时这件事爆出之后,张伯芝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很多人也是不理解为什么镜头前宛若女神的张伯芝 私下的生活会是这样 也正是如此,她与谢霆锋的婚姻受到了影响 俩人离婚虽然没有说明是艳兆门的影响 但明眼人都清楚,艳兆门事件必然使得俩人的情感产生了异痕 除了艳兆门之外,张伯芝和谢霆锋的感情问题人们也非常的关注 很多人都说如果张伯芝还在世的话 他不会允许张伯芝受到这样的委屈 而谢霆锋也不会跟张伯芝离婚 无论在歌坛和影坛,张伯芝的地位都非常高 他的人缘也十分好 直到现在很多人都在怀念张伯芝 张伯芝和张伯芝第一次相识是因为电影《左右情缘》 张伯芝曾给过张伯芝很多帮助 拍摄时他会耐下性子去安慰张伯芝给他鼓励 在这部剧之后他认了张伯芝为干妹妹 在张伯芝出车或住院之时 张伯芝更是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看望他 更是把他从小佩戴的护身符赠送给张伯芝 之后张伯芝去世张伯芝悲痛欲绝 甚至在多年后有人采访张伯芝时 他都是气不成声 张伯芝后来演艺之路的顺利 也与张伯芝有着一定的关系 后来他就遇到了谢霆锋 刚刚相恋四个月的俩人很快就分手了 没想到四年之后俩人宣布正式复合 同年九月在菲律宾正式结婚 婚后俩人有了两个孩子 宴朝门之后谢霆锋和张伯芝正式宣布离婚 给出的解释是性格不合 网友对这个理由也是嗤之以鼻 根本没几人相信 很多人都说要是张国荣还在 谢霆锋根本不会与张伯芝离婚 至于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 现在的谢霆锋和张伯芝都有了自己的生活 俩人一别两宽互不打扰 小编个人认为哪里有那么多的如果 既然已经过去了 就不要再去打扰俩人的生活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